今年卓西鄉的敬老重陽節非常的不一樣 與花蓮縣政府文化局的113年玩一列車共同來合作 邀請到藝術表演團體聖保羅魔幻劇團 來到中平聚會所來表演魔術 而藝術表演進到了部落 讓張政門大開眼界 都說第一次看到魔術表演非常的興奮 卓西鄉公所與花蓮縣文化局聯合舉辦 重陽敬老樂活卓西暨衣列車活動 現場很多來自不同部落的長者 都是第一次觀賞精彩魔術表演 魔術師手上的票券一下子變成藍色千元大潮 卓西鄉長田桂花不但支持 並與在地活動結合 去年卓西玩一列車與農民結合作 讓許多農民朋友都能欣賞精彩演出 今年也特別跟重陽節合作 讓藝術跨越年齡 大小朋友都能觀賞演出 展開笑容 在我們原鄉來講很少很少 有這樣子的那個文化資助在我們的 藝術團隊裡面 那今天的活動呢很精彩 我們好好的欣賞也好好的聽 許正偉一到場便展現親和力 與現場民眾熱情互動 他說 近年文化局與各鄉鎮連結推動藝術下鄉 讓更多藝文團隊前進村裡部落 希望把藝術種子和歡樂帶給大家 藝術下鄉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藝文團隊 都往我們的村裡還有部落 希望我們將這個藝術的種子 還有歡樂帶給大家 讓大家在視覺上聽覺上 可以有嘗試新的東西 近年卓西鄉的近老重陽節 非常的不一樣 與花蓮縣文化局113年 玩意列車共同合作 邀請到魔術表演團體 聖保羅魔幻劇團 來到中平聚會所表演魔術 藝術表演走進部落 讓在場的大小朋友大開眼界 記者高雙雙張明太 卓西鄉採訪報導 read 看 拍動 看 看